欢迎大家回来,咱们今天进行商业插画的第二节课,西方插画的绘画史。 第一讲主要是说了一下咱们中国插画的一个发展史,咱们这节课讲西方的,首先是史前艺术,第一节课也有所提到,就是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的野牛被公认为最早的绘画作品。 法国拉斯科洞穴的群马,这个是随后出现的都是洞穴艺术,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巫术对人的捕猎有所保佑,或者是对他的这些动物进行一些巫术的制约。 最早的雕塑作品,这个是维纳斯,在史前大概都几万年以前进行的一个创作,当时主要还立于生殖崇拜为主,所以说他的个性器官各方面都表现比较突出一些。 然后就是古埃及的艺术。 当时很多这样的,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的绘画作品,一般都是在政治的要求下,或者宗教的要求下进行的这样的一个, 非不是说为了要艺术艺术,而是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进行的一些服务,包括这个法老,他其实就是想自己在死后能够享受更多的人间的欢乐,所以说把他生前所有的东西都画在了墙壁上。 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在他死后跟人间是一样的。 包括国埃及的这样法老的墓里面这些浮雕,也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他觉得画画可能比较容易雕塞或者怎么样,他就会通过雕塑的形式把它刻在墙壁上。 这样的话,对他灵魂或者是他的这个以后的往生有重要的这样的作用。 这个也大大的提高了或者促进了绘画和插画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这个古埃及的雕塑,包括像虎夫的,就是前面的金字塔,然后石山人面像,对在雕塑上面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纯属或者是降薪毒蕴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说一下古希腊的艺术,古希腊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他有一些装饰性风格。 在希腊这个地方,人们我觉得还是比较浪漫一些,他们懂得怎么样去生活,可能当时生活的也比较富足一些。 追求人的这样的本身的这样的价值。 所以说他们当时雕塑也追求比较写实,像制铁饼的男人维纳斯,都是在当时创作完成的。 而且都是真人大小,然后可能比真人大一些,做的比较写实,然后对人体这样的崇尚这样的美感。 因为当时战争比较多嘛,然后就是需要比较剑破的体格。 不像现在用刀用枪,当时真的都是肉搏,就是两方打仗都是上去就虎丝。 所以说对人体这样的一个健壮程度,他们是比较崇拜的。 所以说在很久以前,这些雕塑啊,作品啊,绘画呀,它都是这样的一个裸体的形式出现。 古罗马九世纪的罗马都角斗场。 当时的雕塑已经开始出现比较写实,或者是更复杂的这种形态已经开始有了。 包括在艺术上,就是绘画上面。 更多的装饰性,更多的对绘画的一种理念。 不断的应用在画面的构图上面。 这样的话,对后面绘画的一个发展,就起到了很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中世纪拜占庭艺术就是在之前比较反复的情况下,画的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它在中世纪嘛,就是宗教当时特别的盛行。 所以说当时的绘画也把宗教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展示在里面。 就是说它画面可能更少的追求人物或者是场景的这样的美观,而是在追求画面的这样的一个严肃性。 它让你在宗教这样的一个体制下面,然后对它产生这样的一个膜拜,或者是对他们宗教这样的仪式下面有一种特别让人威严的感觉。 所以说在中世纪拜占庭艺术上面,然后追求这样的一种神秘或者是一种威严是当时特别流行的。 中世纪,在它在上一个阶段之后的哥特艺术,就是在宗教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或者是一种变态性的压迫下,人已经缺少自由了嘛。 对吧,所以说当时人们为了抒发,所以说画的东西也都会比较黑暗一些,或者是说情绪性一些。 所以说当时为什么一直都在说起中世纪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对吧? 当时就是宗教对人们人性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控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一种就是变态吧。 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的,人没有一点自由,人们都在这个枷锁里面生存着。 这样的时候,人这些艺术家对当时的环境跟自己的内心就用了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然后没想到,哥特艺术在现代生活中其实也是非常运用的广泛。 之后就是人们内心特别压抑之后就出现了文艺复兴,以人为本。 当时文艺复兴三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费尔,就是以人性关怀为主,追求人对社会的一个重要性,跟人性解放。 所以说他们之后创作的很多作品都是在追求这个。 文艺复兴也是在绘画上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 之后就是他这个艺术一直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这该怎么理解呢? 咱们都可以一步说,我们说之前的,当这个画面整个社会出现了,出现了比较自由的时候, 然后他的画面就相对自由,自由完以后就会出现了一个智库或者是枷锁。 之后又是自由,然后又是压迫,然后又是自由。 他总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律下面进行变化。 咱们之后的也会讲到这些。 在文艺复兴一直在追求自由,人性解放的时候, 然后就还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个变化,激情,运动和戏剧这样的一种变化。 但是在人的这样的追求下面,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发展。 所以巴洛克艺术,他更多也讲究一种装饰性,把人生活的这个氛围更浓厚的表现出来。 新古典艺术就是咱们就按照这个脉络来讲,之前的艺术, 他比如说上一个艺术,巴洛克艺术追求反复是吧,这样追求自由。 发展的过程中走到了一个新古典艺术,他就追求一种严峻的重大题材,一种历史的一个作用。 然后画面都相对的比较深了一些,或者是他更多追求写实,把人物塑造,对吧。 不会像之前的这么的就是反复了。 当当新古典主义的这种比较刻板的艺术过来以后,然后就出现了浪漫主义。 人们又在追求自然,追求幻想,或追求它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自由。 之后自由过以后,又是很现实的以描绘生产力,描绘一些农民为主。 歌颂劳动,当时已经劳动人民在艺术审美上已经达到了一个,也会有一些追求了。 所以说,现实主义就在当时已经发展开来。 当这些艺术发展的过程中, 然后就会出现,一直在室内进行一个描绘,然后开始走向室外,这样对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然后对艺术上的一个发展,这是更为重大的。 到20世纪以后,然后所有的艺术都开始出现了一个个性人性的解放。 或者是艺术家已经不再考虑为社会,为更多的历史做一样什么样的贡献,而是追求自己本身,人本身的一个感受。 所以说,当时人们用的色彩,包括造型已经开始走向自己内心的一种主宰。 包括野兽派,立体主义也是一样。 然后表现主义,它更追求的是内心的一种感觉,而把任何的形体,颜色都开始忽略掉。 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热情去对待这个生活,或对待这个世界。 刚才上一个立体主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毕加索,画的一系列开山之作。 达达主义,就是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对社会很多事物开始产生不满。 包括这里面的希特勒,这个是蒙娜丽莎,带上两个小胡子。 这希特勒,他弄了一个这个S光片,对吧。 所以说,他们当时这些艺术上面更追求的是一种, 那,诙谐幽默滑稽。 然后来用这些来表现当时自己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有些更好的自我感受。 不得不讲的就是美国插画的时期。 这个是咱们现在所有的插画,基本都是从美国插画中来。 其中的最有名的,比如说洛克贝尔,这个是美国的代表性的画家。 他画了一幅美国精神,这个就是当时美国妇女她对求自由,但要追求个性解放的这么一个自己的思想。 大概,大概洛克贝尔一生画了有四千多幅。 是当日无愧的一个大师。 大家也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对于他的介绍会特别多。 然后对现代插画有很大的一个惦记作用。 在他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派利斯。 他也是一个浪漫型的现实的一个插画型作家。 他在美国也是非常的著名的一个人。 基本当时,在美国的这个自己的住宅里面,三幅画里面就会有他的一幅画,就会挂在墙上。 他在色彩和表达人们对和平,对自由的这种向往上面,都会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收听。 然后咱们下一节课见。